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西方 美国 欧洲 包括亚洲 很多国家 包括台湾 都给乌克兰很大的声援 但是我们没有做什么 真正做事情的 给资源的是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 时间是一个残酷的考验 对任何个人 对国家 对战争尤其是如此 到了2023年的年底 普丁召开了他去年取消 今年的年终记者会 过去我们长期文献世界之报 都报道普丁的年终记者会 那是他最欢心的 在克里姆林宫走进来 接受一堆女记者访问他 一开就可以开六个小时 不断地宣扬 他是个多么有魅力的男人 去年他取消了 而今年他恢复了 另外一面的是泽兰斯基 他也召开了年终的记者会 一个是带着微笑的是普丁 带着沮丧的叫全国 准备长期消耗战的 是泽兰斯基 在欧武战争里头 我们从国际政治学习到 什么叫残忍这两个字 什么叫现实这两个字 目前呢 美国的foreign policy 用这种方式 已经下了结论 俄罗斯的胜利 对乌克兰意味着什么 乌克兰人将面临20世纪 极权统治以来 欧洲从未见过的恐怖 也就是说 他在警告美国foreign policy 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 你们现在抛弃乌克兰 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另外有一些人会谈到说 俄罗斯可能会在这个时刻 使用核子武器 而美国著名的 也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 官方刊物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期刊说 真正的俄罗斯核威胁 根本是错的 它并不存在 真正的问题是 美国必须要有决心的 支持乌克兰 继续给予军演员 而当乌克兰战争近两年 根本还不到两年 2022年2月24号开打 普丁欢心的召开了 他的年中记者会 露出了笑容 而且他说 他早就看穿了 西方怎么回事 他知道 他们会摇起呐喊一年 接着就会无以为继 对他而言 他只要撑住超过三年 乌克兰就会这样 我认识 我存在法院的联系 我会问你 我会问你 是有很多积极 如何你 относитесь 你更多 你比我们的运轻 中文字眼 谢谢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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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位 我认为 人的这些人 大方拿自己的分身说来调侃 俄罗斯总统普丁从容不迫展现异常自信 因为乌克兰反攻成效不如预期 在华府的政治角力和欧盟内部的摩擦下 西方远屋又步履满山 制裁和孤立也几乎没有损害俄罗斯的经济和士气 普丁今年重启两场重要的年末政治大秀 把年度记者会和与普丁连线合并举行 长达四小时的电视转播 老神在在的普丁要展示 一切都在他的计算和掌控之中 告诉国际 纵使俄罗斯英入侵乌克兰遭西方排挤 我们只会更加强大 他肯定说他肯定说他肯定是更加强烈的 他肯定是更加强烈的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认为 这场普丁年度成果发表会 与其说是为2024总统大选拉抬升势 更像是普丁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新俄罗斯 并向西方明确喊话 现在是重新考虑远无政策的时候 我议议优优优优独播剧的 判刀 这些衣服 帮刀 还有多很多 如果想当个小高兴 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 发生了 你能够感觉 订阅 普丁借由这场年度成果展 阐述俄罗斯在国际上的新定位 第一是俄罗斯传统价值观 已不再局限于国内政策 俄罗斯将成为全球右派保守国家的典范 第二是莫斯科将承担起 捍卫地缘政治的争议角色 以哈战争让普丁有机会 以新的观点来诠释和谓国际正义 当西方对以色列无差别轰炸加萨 适而不见时 普丁大谈和平 普丁还呼吁欧洲国家不要再以美国 马首是瞻 表明俄罗斯没有理由 也没有兴趣和北约国家作战 驳斥拜登说 莫斯科可能实随之位攻击北约国家 普丁说这完全是无极之谈 而且也有违俄罗斯的利益 普丁补充说 拜登试图煽动这种担忧 已证明美国在欧洲的错误政策 现年71岁的普丁 2024将角逐第五个总统任期 几乎笃定他可掌权到2030年 他在记者会上强调 俄罗斯的经济实力 GDP从去年下滑2.1% 到今年预估成长3.5% 失业率限为2.9% 政府债务从460亿美元减至320亿美元 展现由他掌舵的俄罗斯 一直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战争的确冲击到俄罗斯民众的生活 先前动员30万名男性上战场 加上不少专业人才出逃 造成劳动力短缺 导致雇主必须提高薪资才能招聘到员工 进而加剧通膨 普丁也说2023年度通膨可能来到8% 在与普丁连线的环节中 就有民众抱怨淡加飙涨 普丁顺势道歉并承诺尽速解决问题 这也正是这个活动的宗旨 开访让民众向总统直接澄清 让普丁表现其执政能力 这场年终活动经过精心设计 纵使开放外国记者进入 也不会有被点名提问的机会 克林莫林宫还觉得有必要展示 政府接受批评的声音 在普丁身后的大荧幕上 播放民众的及时问题时 出现多个辛辣的质问 抨击普丁政权 但同样这些问题 也不可能会被选出 让普丁回答 一年一度的普丁记者会 今年要告诉民众 普丁的第五个总统任期的首要任务 将是加快爱国教育和军事化的脚步 展现俄罗斯虽处于战争状态 依旧是个团结国家 目前的俄乌战争 不管是莫斯科还是基辅 前线局势已先僵局 普丁静观其变 等待西方慢慢改变人物态度 中俄寻求施压乌克兰和俄罗斯 听火谈判 我们刚刚在前面 第一个小时的最后告诉各位 美国的参议院不是众议院 众议院是共和党掌握的 参议院基本上 还是多数 结果连参议院都无情的搁置 援助乌克兰 现在迫切需要的600亿的军援 然后说明年 过了年以后再说 更不要说你送到众议院 他拖的时间会来的更长 所以兰斯基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普丁他要召开 记者招的会的脸色表情都不一样 事实上我们在上个礼拜 就已经报道拜登口气的改变 过去的说法是 我是毫无条件地力挺 乌克兰到最后时刻 然后现在说as long as I can 就是要是一定的程度时间里头 我们办得到的 我们就会支持乌克兰 口气已经变了 而且这个时间很短 2023年的2月20号 当时拜登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 在击辅献身 信誓旦旦 舍我其谁 2月20号是接近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接近一年 入侵的时间是 2022年2月24号 所以只差4天 现在还不到年底 也就是不过10个月 整个风云就变色 2023年2月20日 拜登出乎意料地 在基辅献身 信誓旦旦 舍我其谁 才不到10个月 2023年12月7日 拜登别来无恙 但乌克兰呢 因为美国参议院 两党领袖 12月19日 共同表示 双方仍在寻求妥协 参议院无法在年底前 批准对乌克兰的 新晶圆方案 也但快乐 就这么简单 600亿美元的金元 至少要被搁置到 2024年1月8日 乌克兰的耶诞愿望 只剩下 不要被美国背叛 陷入苦战的泽伦斯基 只能继续做他 唯一能做的事 留在舞台上 坚持挺住 2023的年终记者会 就像那些 守在冰天雪地的壕沟里 几乎要淡尽圆绝的 乌克兰战事 寒冬和弹药不足 迫使乌东战区 前线被迫转攻为首 俄军三个月以来 开辟了两条新战线 企图复制 2022年冬天巴赫木特的模式 攻击乌东工业城阿弗迪弗卡 这座工业重镇已成为 俄乌前线中战况最激烈的地区 俄罗斯是一个 1亿4000万人口的大国 乌克兰只有4000万人口 乌克兰不但缺乏弹药 也面临严重的兵源不足 只能重新调度 已经疲惫不堪的乌军 缩小战线 面对陷入苦战的乌克兰部队 泽伦斯基在年终记者会上透露 不排除再扩大征兵50万人 但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议题 因为不同于俄罗斯 乌克兰算是一个民主国家 泽伦斯基必须举行年终记者会 是因为挺过了戏剧化的2023年 而从瓦格纳兵团 普里戈金正变后 谷底翻身的普丁 也在前一周12月14日 举行了入侵乌克兰以来 首场年终记者会 普丁说的是实话 因为乌克兰祸不单行的 不只是美国金元断吹卡关 就在普丁年终记者会 就在普丁年终记者会同一天 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上 欧盟承诺的500亿欧元也落空了 这是为什么泽伦斯基千里迢迢迢前往阿根廷 参加狂人米莱的总统就职大典 因为唯一一位坚持拒绝 继续经援乌克兰的匈牙利总理奥班 是唯一出席的欧盟元首 泽伦斯基口中所说 取得了一场胜利 是指欧盟以26票通过 一票缺席弃权 同意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这对陷入困境的泽伦斯基而言 是一个重大的正值胜利 他离了室 所以他做了一票缺席 我不知道 你必须问他 但是这就是阿龙的总统就做了 我认为这一票缺席 奥班被德国总理小子邀请李长 让欧洲理事会得到一场胜利 这就是一个很高兴 让你能够得到一场 你能够得到一场 不在一场 还是一场 你能够得到一场 我们能够得到一场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一场 现在我们能够得到一场 现在我们能够得到一场 但全数通过的幕后真相还有幕后交易 奥班愿意自动缺席的条件是在峰会之前 欧盟同意放款100亿欧元制裁匈牙利司法倒退的冻结罚金 是全额罚金300亿欧元的三分之一 奥班显然觉得100亿欧元价码不够 只能同意启动入盟谈判 不同意500亿的军援过关 欧盟面对普丁好友奥班的要挟 只能暂时搁置500亿军援 如果启动加入欧盟谈判 算是一场政治胜利的话 泽伦斯基第一次承认战争的结束遥遥无奇 拜登铁血承诺乌克兰的力挺保鲜期不过10个月 如果换成台湾美国承诺的保鲜期会更长吗 即使没有以哈战争美国也要迎来11个月之后的总统大选 拜登的确送给普丁一个耶诺大礼 但普丁2024年期待一个更大的礼物 届时已经完成连任的普丁 忠心期待和他心目中白宫新主人共度耶诞 普丁连任是个肯定的答案 川普回国也不是一个全然否定的答案 只有乌克兰战争和年和月结束没有答案 根据最新的消息 刚才美国有限电视网做了最新的报道 现在以色列在光是今天之内 Hundred就是上百个两千磅的炸弹 直接丢在不管是北加萨还是南加萨 这场残忍的战争 只在加萨走廊吗 他现在终于外移了 外移是美国一刚开始最不希望的 所以美国一刚开始就派了航空母舰 他的目的不是参战伊哈战争 因为以色列本身很强 以色列要歼变巴勒斯坦人 靠以色列自己就非常足够 事实上以色列现在在这里 正在打一场机器人战争 这场机器人战争同时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消灭巴勒斯坦人 以及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任何权力机构 哈马斯的所有权力基础 哈马斯的支持他的所有巴勒斯坦人 或者最后巴勒斯坦人完全是被控制的 像殖民地或像奈米一样 被另外一个以色列所建立的傀儡政权所控制 这是他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军事大国 也是AI大国 所以他这次打的是一个AI机器人的战争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最低场的AI机器人战争 所以大家都在看他怎么用无人机 用很多AI锁定的各种不同的方式 进行这场战争来演练他的武器 将来使他武器方面大幅增加 而且还可以对外贩卖武器 美国方面最担心的就是外溢 外溢在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他本来想的还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红海 他最担心的是外溢到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过去很多人认为 尤其是Thomas Freeman 一开始认为哈马斯 所以会在10月7号攻击以色列的原因 就是为了要毁掉亚伯拉罕协议 什么是亚伯拉罕协议 就是美国试图让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建立关系 但整个伊哈战争是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 现在阿拉伯国家里头 包括沙特阿拉伯 96%的民众反对和以色列建立任何关系 但整个情势还是超过美国控制的范围之外 现在最危险的是红海 在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外溢问题里头 超出美国人想象的是 在全世界航线里头 三大海运航线其中之一 就是红海 而红海这个地方呢 是由叶门当地伊朗所支持的 胡塞武装组织直接的攻击当地的航运 所以英国石油公司BP马上宣布说 我的石油货运不经过这个地方 整个西方打击胡塞武装攻击的三种选择里头 就面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全球军事最重要的动脉之一 现在处于危险当中 另外大家熟悉像苏伊士运和红海 这些东西都是最重要的几个危机 就是将来它可以随时的攻击 你所有经过的航运的船 那这个就是变成它从外面来救援 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一个方式 而红海的危机呢 他们说胡塞的武装攻击 会使全球的供应链处于危险当中 美军在这个时刻集结了20多个国家 希望维护这里 它很可能爆发多国的战争 人们好不容易摆脱的通胀噩梦 恐怕将随着红海的紧张局势卷土重来 Huthi rebels in Yemen have attacked merchant ships in the Red Sea 12 times in the last month according to the US including hijacking this cargo ship and kidnapping its crew members 去去去 The USS Carney an American Navy destroyer is in the Red Sea shooting down drones and missiles fired from Huthi controlled territory including 14 drones on Saturday alone 西船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 波兰特原油18号硬生上涨 涨幅超过1.5% 欧洲和英国的天然气价格 也跟着攀高 It's a red alert in the Red Sea drone attacks, cruise missiles, hijackings we've seen it all in the last few weeks and one group did all this damage the Huthi rebels of Yemen they single-handedly terrorized the Red Sea but now there is pushback 10 nations have signed up for a multi-national coalition its job to defend ships in the Red Sea So this morning we've launched 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And who are these 10 member nations? The US, Britain, Spain, Seychelles, Norway, the Netherlands, Italy, France, Canada and Bahrain Now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why just one member from West Asia? Reports say the big Gulf states are worried about the optics Just think about it Who are the Huthi's fighting for? They say they're fighting for Palestine And who do Arab states support? Again, Palestine So they can't be seen as hurting Palestine and backing Israel Hence the reluctance to join this force Having said that Arab states are involved behind the scenes Some of them could join eventually So it's a pretty elaborate plan In order to push out Israel 呼应加萨的哈马斯 Yemen反叛军 胡塞武装 在鸿海发动了 疯狂的船只攻击战 凡是前往以色列的货轮 都会遭到他们狙击拦截 Not all of these ships are heading to Israel Some of them are heading to European ports But the Huthis don't care They're picking targets at random And the result is this Major shipping companies are avoiding the Red Sea Just look at this list MSC The world's largest shipping group Maersk The second largest Hapag Lloyd The German company Euronav A Belgian tanker firm Evergreen From Taiwan Frontline Based in Norway And HMM A Korean shipping firm So it's a pretty diverse list The big The small The European The Asian All of them Have stopped using the Red Sea 这一波发生在鸿海的 商船袭击事件 破坏了依赖鸿海 和苏伊士运河的 全球供应链 这条水道 占所有货轮 运输量的30% 而苏伊士运河 苏迈德输油管道 曼德海峡 都是波湾原油及天然气 运往欧洲和北美的 战略要道 2023上半年 这三处原油运输量 占全球12% 异化天然气占8% 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统计数据显示 打从11月19号 胡塞武装扣押 日本营运的银河领袖号开始 截至12月17号 已经有55艘船绕行好望角 同期有2128艘船舶 选择通过 随时运河 商船保险费目前已飙升至 全体价值的0.5%左右 绕道行驶 势必会花更多时间 燃料和金钱 货物运输成本提高 最终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部分零售商已开始就船只改道 可能导致的供应链中断 发出了警告 而在中国的商品出口重镇 浙江义乌 此时正值外贸出口旺季 我们从多家货运代理公司的邮件中看到 目前多家船公司发出紧急通知 在鸿海航线上的集装箱货轮将不再停靠 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 转而绕行好望角去欧洲 初步估算 航程将增加40%左右 相关运费已经跟着调涨 像地中海和欧洲中东这一块运价都有大幅的上涨 比如去中东和欧洲这一块 一个40尺的高贵 大概已经上辅600美元左右 目前的一般运价在2400到2500美元左右 那去地东线的海法就更贵了 大概已经接近到6000美金 跟以前比的话大概是翻一倍 后续的话 如果鸿海这一块没有局势 没有持续的改变 一月份价格肯定会继续上浮 扰乱全球航运秩序的胡塞武装组织 是叶门境内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 宰德派武装叛乱组织 长期驻扎在叶门北部萨德省 它不仅是一个武装组织 也试图在叶门建立自己的政权 其背后有伊朗 叙利亚等国家支持 也有专家分析指出 胡塞武装打的算盘 是借此让以色列入侵加萨的成本变高 让国际普遍认为 除非以色列停火 否则红海及曼德海峡都将永无宁日 至于美国主导组建的多国护航部队 部分国家将派遣军舰参与联合巡逻 或是提供情报 美方也呼吁中国发挥影响力 敦促伊朗停止支持胡塞武装 对此胡塞武装批评 相关做法是把红海军事化 并且威胁要提高袭击频率 每隔12个小时 就会向红海发射无人机或是飞弹 分析认为 由于红海航道关系着美国 乃至全球多国的利益 即使美国不展开打击 被逼急的以色列也可能会对胡塞武装宣战 倘若局势得不到缓解 红海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尼哈战火下的 另一个红色战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图就是胡塞武装部队攻击红海的地区 那我们所看到的地图里头从10月23号 接着就是12月3号 12月4号 12月13号 19号 那么在这个情况里也有在12月的4号 3号是比较北部的这个地方 整个红海下面就是苏伊士运河 所以它变成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航道 这我刚才特别提到 美国必须要保护这个地方 集结了全世界20个军队 希望能够对抗 那叶门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叶门就在沙兽地阿拉伯的下面 那我们刚刚讲的胡塞 下面就是胡塞 就是在胡塞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从这地方直接攻击红海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只是美国在伊哈战争之外 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外溢的战争 战争永远有它的危险性 跟不可预测性 再次的证明此点 我们刚谈到拜登 拜登本身是一个可能被 亲以色列在美国的游说团体 高度包围的一个政府跟总统 所以他虽然知道 现在美国在伊哈战争里头 所占的立场 会使美国失去 在国际领导者里头正义的角色 事实上纽约时报 就写了这么一个标题 这不是什么以美论 台湾现在好像批评 美国就叫以美论 这很荒谬 纽约时报自己都写了这么一个标题 所以纽约时报也是以美论吗 纽约时报的标题说 作为乌克兰问题的世界领导人 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在加萨问题上 处于孤立状态 美国正失去 他罕见特殊情况之下 国际正义的角色 在这个情况里头 联合国的安理会 不断的希望进行表决 要求停火协议 美国过去不断的 要不然就反对 要不然就动用否决权 就在国际庞大的压力下 这次不断的被延迟了三度 然后改了很多措辞 终于联合国的安理会通过了决议 要求加大对加萨走廊 人道的援助的力道 为什么 整个现在加萨面临的饥荒的风险 不要讲说我前面谈到今天发生的战争 以色列就有几百个 两千磅的炸弹在炸加萨 它的面临的饥荒风险 最新的报告 联合国的报告 至少有57万6600人 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粮食供应 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因为加萨只有220万人 所以就是超过四分之一的人 已经没有食物可以吃了 所以联合国的安理会最后通过的时刻 有两个国家弃权 其中一个国家是从头到尾都弃权 他是用看笑话 不是真的反对 他就是看笑话 你在乌克兰你这么了不起 我就看你笑话 我就一直弃权一直弃权 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 另外一个弃权的国家 这次是美国 他仍然不敢赞成 但这一次他不敢再投反对 或是否决权的票了 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以色列的一个状况 以色列事实上其实也乱掉了 根据最新的一个报道 以色列军队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杀害一些人里头 连自己的人质都杀掉了 而这些人质是举起白旗 跟他们讲 我是以色列人质 我是被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逮捕的以色列人质 他在当时就已经告诉 这些军队 就三个以色列的人质 大家都说应该救人质要优先 而这三个人竖了白旗 再毫无任何理由 这以色列士兵呢 似乎是吓掉了一样 就把他们给杀了 这在以色列内部 国内引起强烈的抗争 要求纳坦亚胡 以及以色列的军队 IDF给予说法 甚至必要是 要纳坦亚胡下台 赤我上身 手无寸铁 高举着白布 充当临时白旗 这三名以色列人质 尽管尽力展示 他们不具任何威胁 还是被自家的 以色列士兵射杀身亡 以色列军方承认 这起杀戮 违反交战规则 表示他们明定 射杀投降者 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但也为开枪的士兵辩护说 他们是因为感觉 有威胁才开枪 以色列军方承诺 彻查误杀人质事件 最新公布的调查进展指出 事发前五天 以色列军方承诺彻查误杀人质事件 还录到了人质的声音 这段声音影片 直到现在调查才被发现 错失了巡获人质的机会 还导致误杀悲剧 军方表示 哈马斯擅长埋伏突袭 以至于 以色列士兵认为草木皆兵 阵亡士兵中 就有约20% 被误认是敌军 丧命在自己军队的 空袭炮击和枪击下 但这起误杀事件 充分显示出 乙军在这场战争中 格杀误论是常态 而且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写洗加萨 才会造成上万名巴勒斯坦 平民身亡 误杀同胞 还劳动以色列国防军 最高指挥官 亲自出马说明 不能射杀投降的敌人 这么基本的交掌规则 更让人担忧 以军杀红眼 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被射杀的以色列人之家属 谴责纳坦雅胡 自私自利 只在乎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 却恶度谋杀他的孩子 另一名家属也表示 无法原谅以色列政府 哈马斯 12月18和19号 接连发布人质影片 共有五名男子 出现在镜头前 恳求以色列政府 确保他们 可被无条件释放 以色列当局称 这是哈马斯可悲的心理战 家属再度施压政府 把解救人质 视为首要任务 以色列当局估计 还有129人被扣为人质 当中21人巨姓已身亡 经济学人认为 以色列政府 其实并不确定 该如何处理这些人质 他们对重启谈判的立场 让人看了一头雾水 纳坦雅胡先是拒绝 恢复谈判 还阻止以色列主要谈判代表 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 巴尼亚飞往卡达 但两天后 巴尼亚和美国中情局局长 伯恩斯与卡达总理 在华沙会面 商谈停货换人质的协议 以色列政府重申 必会将所有人质带回家 却没有任何转换的余地 这一回哈马斯在卡达的 政治领导人哈尼亚 也前往开罗进行谈判 哈马斯阵营坚持 以色列必须先结束 攻击加萨才会进行谈判 以色列则坚持 绝不可能先停货 纳坦雅胡措辞更加强硬 一丝一毫都不肯让步 纳坦雅胡还表示 摧毁哈马斯之后 他将尽其所能 确保加萨不再对 以色列构成威胁 以色列时报分析说 这番话显示 纳坦雅胡不打算下台 也不打算为以色列政府 未能保护好人民 让哈马斯成功突破防御 发动攻击承担责任 纳坦雅胡还会用 沾满鲜血的双手继续执政 经济学人认为 以巴和解的最大障碍 就是纳坦雅胡 他越早下台 加大的苦难才有望 越快结束 66岁的图斯克 他是前任的波兰的总理 后来卸任之后 他从2014年到2019年 担任欧洲理事会的主席 他担任波兰总理时间 是2007年到2014年 可是他下台之后呢 波兰当选的就是一个 极右派的政府 而这个极右派的政府 波兰本身已经是民主化 他做什么事情呢 他把所有他们的公广集团 公共电视 广播电视 能够控制的 他们的国家的媒体 中央社 类似我们的这种类型的 全部通通都派遣自己的人 完全变成一个一党独大的 控制这个国家 变成大内宣的一个政府 而图斯克一上台 他说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恢复波兰的民主 这个民主是波兰人 在俄罗斯手中抢来的 是苏联垮台 波兰人民争取来的 波兰人是团结公联 是1989年 柏林围墙倒塌之前 全欧洲 东欧也好 或者是靠近 苏联的中亚国家也好 第一个发动对苏联抗争的国家 就是当时的波兰团结公联 所以民主对他们来讲 本来是一个最高的价值 是不可妥协的 可是在上一届的政府里头 却把他们的公广集团 他们的类似台湾的中央社 所有这种国家通讯社 全部都变成自己的大内宣 变成一个像中国大陆 或者是像我们所看到的 欧洲这种完全自己控制的媒体 所以欣赏了图斯克 做的第一件事情 解除所有的董事 全部下台 波兰新总理 图斯克12月13日 正式宣誓就任 结束波兰极右派 民粹主义八年的统治 欧盟松了一口气 图斯克立即承诺 恢复波兰支持欧盟的立场 图斯克2007年时 已担任七年的波兰总理 2014年起又担任了 五年的欧洲高峰会主席 这次他所属的公民联盟 与两个较小的政治团体结盟 在议会信任投票中 赢得支持 赶走了极右派执政党 法律正义党 而他一上台 首先大刀阔斧的动作 是改革被极右派控制的 国营公广及电视集团 解雇被政府控制的 国家电视台 广播电台 和通讯社的主席和董事会 回归民主 通议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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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P随即停播 法律正义党部分人士 前往TVP总部 及其他国营传媒的办公室 了解情况 警方也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电视台大楼外 极右派数十名议员 带领群众静坐抗议 声称要捍卫民主 前总理莫拉维茨基 也出现抗争 表达强烈不满 准备 这种忍搞ORA 成抗示控制 每个私人体айте能够跳 是帮助行程充 guidance 人士 想到某种提案 数泼 kirje 提供一个囍 方式 这是分析数 Tusk的? 我觉得 张保财 公正有信息 Liz 部分 但这正是图斯克新政府所想说的 在法律正义党执政的八年期间 国营媒体经常被指控报道偏颇 罗文政府的宣传工具 并对反对派发动攻击 波兰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从第18降到了57 波兰文化部表示 波兰的民主需要恢复媒体的公正性 因此解雇现有的国营媒体高层 并且任命了新的领导层 这就是民主的一大不务 今天是非常好知识 TVP不断断抑制执行 不断抑制执行 和嫌疑 我们可以说明 我们不断抑制执行 但回到TVP Polakom 我们在选择15月份的选择 谢谢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之报 文献的世界之报 欧洲朋友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